介紹關心台北市噸化國秀 在10年 他們是認為全學校有十三的班 都有未設接觸者 已經等到全學校要聽口的標準 所以在10年會知道 就喝是喝要決定要聽口 這是他們去一些家庭的不願 台北市教育局也表示 好好用新的標準來算進行的案例 也沒有帶成到教育局參選 他們是要求今天要開學上課 但是學校是說這三天 他們要用山頂上課來動作演練 所以孩子在拜時的時代回去好好收口 頓華國秀拜一 早上臨時通知全學聽口 跟長中島來這裡孩子回去 好好說 計算未設這麼少的班級十三班 已經達到全學聽口標準 是到了禮拜一 早上之後 我們整個匯整確定完之後 才決定我們自己計算的班級數 達到十三個班 前後臨時聽口英法部分家長不滿 九九也強調 學校找到十二到十三 有一個學生比較正 十八又增加一個 但是聽口標準十五收徵 放進去未設這麼少的班級 學校不可以將十五進場 比較正學生未設這麼少 算下來 還自己選擇停口 他用新的計算方法 算了舊的原來已經停課的班級 去把它報徵 在認定的方式上 跟教育局那麼有一些認知上的落差 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做思考改進 教育局要求學校今天肥皂上口 結果學校割發肥臟會保同 全校三天在家裡 刷定演練作為肥皂上口 二十二才肥皂是拿上口 一個友誼本期家長 在這裡說 不管學校什麼時候肥皂上口 已經拿著小孩清假到後禮拜 那我本來就直接請假自主隔離 就是減少被匡列的機率 不然短暫 人愛又少 早上早上也是臨時通緝專校的庭口 也不一樣 還會叫林甸價算標準性 改造三天刷定演員 新的庭口標準公佈實施一禮拜 好好在理解到這項遊玩有差別 記者綜合報道